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雨啊 做自媒体半年了 今天退税退了2613块钱 咱们生活在一个好年代 祖国非常强大 然后退的这2600我能用很久了 像我们收入的话 应该是按照20%在扣吧 好像是属于个人 做自媒体还很多是属于个人的在扣 像自媒体和个体户的话 应该是属于20%的在交 交的多扣的多 所以我以后一定要争取做个大主播 多交税 然后的话买了个6790的苹果13 加个三年的保险 总共7150块 搞了点辣椒炒肉 边吃边聊聊近况吧 咱们就边吃饭 边聊下近况吧 首先就是买了这个苹果13了 是我之前做自媒体存的一些钱 是吧 然后推了2600块钱税 我就买了个这个 因为经过多方打听 我认识的主播里面也好 像小萌他们 或者说 像很多主播 基本上拍视频的话 他会用到这个 然后网上的舆论 我今天也看了下 看了小上轮 他拍了个视频 哇 全部是一边导 说什么不爱国 我觉得这个东西 怎么说呢 首先买个手机 只是个人的消费行为 不要把它散生到国家层面 谁谁咱们都是爱爱国的 都是中华好俄郎是吧 那都是大层次的问题 由不得我们去过多的去分析 这是没有必要的 首先就是说单纯的苹果 我买的这个13它的优点在哪里啊 拍视频的话 它是比较流畅 然后 这个像脸上的这些豆豆啥的 它都能拍出来 我这个乔气的脸基本上一显无遗 他不会有那种美颜的话 后台就会显示那个模模糊糊 然后收音效果特别好 隔着那么远 我在这里说话 他小声说话 他意外能收音的效果不错 第三个就是音质 像有些小伙伴像我们一样 是吧 喜欢 可能就坐在哪里 有时候发下呆 一下午 听下歌 或者就躺在床边上睡觉之前听下歌 不管是外音还是怎么样 这个音质的反响 我说实话是非常不错的 确实也是我用到现在为止 最贵的一个手机 它 应该对得起这个价位吧 价格在那里太贵了 说实话 所以我客观的给个总结 如果不是 要去拍视频 要天天拍视频 就是做自媒体这些的话 没有必要追求 因为价格在那里 确实不太合算 另一个就是说 像华为那些 确实也有它的优点 最基本的 哪怕我这3000的安卓 其他都有很多优点 用的APP的简易很多东西 是吧 我就不一一说了 哪边我都不站队 我只是单着买个消费物品 第二件事就是饮料哥 呃 确实是因为那个 怎么说吧 就是因为喝饮料喝多了 我们也人走了 我们就不多过多的去 消费 也不 我也不要这种热度 只是跟大家说下有头有尾 所以 第三个就是我去西藏的事 在我们海南三日行解散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就说去西藏从来没有动摇过 只是碰到后面发生的这一系列系 包括东莞这里困在这里第六天了 然后我是打了个电话给社群那边 问了个 我们现在能出东莞 但是出东莞的话 就是不知道其他的地方管控的 成都是什么样 我就是怕 出东莞以后会被隔离或者怎么样 但是我得到的确信是可以出东莞 凭借着24小时 核酸检测是吧 第三个好消息就是 国道 我们可以合法上路 就是说我已经有驾照有所有的合法手续可以从 东莞的国道出发 去318西藏 很多小伙伴可能对这一块没有过多了解 我也是咨询的权威的 是吧 我是跟交警部门问过来 这是可以走国道啊 但是其他的地方是 静模的 最近确实比较心情比较乱 心态比较乱 然后小黄的话 这两天 我考虑一下要不要带他去西藏 小黄 小黄这个家伙躲在床底下吃 因为一个有点糊食 这个下面吃 搞不搞的好 哦 然后一个就是这个袋子里面的 晚点再给他们搞点火腿上饭下 把你搬去 轻心连在一起 好像我和你 好